教育局發指引 中小學和幼稚園都要認識《國安法》 一個男人在七一 接鹽駕駛 插光復香港旗的電單車 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和恐怖活動罪 中聯辦主任諾惠寧 出任特區國安委顧問 處理過烏陷村事件的 廣東省委常委鄭雁紅 就當國安公署處長 英國放寬入境限制 有香港和法國等60個國家和地區入境 不用隔離檢疫 歡迎收看十一點最前線 我是陳書君 港區國安法實施第三天 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學和幼稚園法通告 說學校應該適時幫助學生正確認識 和遵守港區國安法 教育局在4頁的通告中 說國安法通過了 局方會盡快就怎樣在學校管理 學習活動等方面 提高學生的國家安全和守法意識 提供更詳細的指引 學校的各級人員包括管理層 教學和非教學人員都應該參考 國安法的內容和資訊 按照學生的認知發展能力 適當適時地向學生解釋 國安的重要性、立法背景和意義 局方會以多重進路的方式支援學校 包括更新課程、編制教學示例 製作教與學的資源 並且為校長和教師提供專業發展課程 也會透過學校探訪、教師學習圈 協助學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學校也應該和家長保持溝通 讓學生自覺遵守港區國安法 國安法實施之後 首次有人被起訴 涉案人是七一當日 涉嫌駕駛插有光復香港旗 電單車的男人 他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和恐怖活動罪 下午提堂 林心儀報導 港區國安法生效第三天 第一次有人被落案起訴 他是七一是灣仔涉嫌駕駛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次電單車的 23歲被告唐英傑 他腳步多處骨折 在東區醫院留意 缺席聆訊 他被控港區國安法 第二十、二十一和二十四條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和恐怖活動罪 控罪話被告當日 在灣仔煽動他人組織 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 自在分裂國家 破壞國家統一行為 不論是否使用武力 或者用武力雙威脅 將香港特別行政區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或者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這項控罪涉及港區國安法 第二十和二十一條 第二十條定定最輕可以被判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區域和管制 如果是首要分子又或者罪行重大 可以判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第二十一條 情節較輕的可以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區域又或者管制 情節嚴重的可以判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 另一項恐怖活動罪就說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二十四條 最低可判三至十年有期徒刑 如果犯罪者至人重傷、死亡 或者公司財產租重大損失 可以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宗首次以港區國安法檢控的案件 由總裁判官蘇惠德審理 辯方律師說現在還未公佈審國安法的法官名單 問裁判官他是不是其中一個 總裁判官蘇惠德承認他已經收到特首委任的聘書 蘇惠德將案件押後至下星期一 或者被告出院當日 期間被告由警方看管 有線電視記者林心儀報導 中央駐港的國安機關人選亦都是敲定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出任特區國安委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中央駐港維護國安公署署長 就由廣東省委常委鄭雁雄出任 他當山尾市委書記的時候 處理過烏陷事件 登日文報導 中央指派駱惠寧出任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根據港區國安法 他會列席國安委會議提供意見 國安委的工作信息保密所做的決定 不受司法覆核 而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人選亦都敲定 署長鄭雁雄是廣東省委常委和秘書長 2011至13年擔任薩美市委書記期間 處理過烏陷事件 他當時在內部講話中止 村民不應該找境外記者 公署副署長是李江舟和孫青野 其中李江舟曾出任公安部 港澳台辦公室主任 2016年起擔任中聯辦警務聯絡部部長 根據港區國安法 駐港國安公署和特首一樣 有權在特定情形下 報請中央政府批准 由公署對案件行使管轄權 這類案件由公署濫案偵查 詢問嫌疑人 或者採取強制措施 公署執行職務的時候 不受香港管轄 另有條文規定公署人員 應當遵守香港法律 依法接受國家監察機關監督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歡迎國務院任命 政府將會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和國安公署通力合作 各司其職 揭盡所能執行港區國安法 有線電視記者鄧日文報導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 是否犯法呢 社會有不同的聲音 有組織下午擺街站時 展示相關的橫額 警員到場說違反國安法要求移除 下午大約5點 一群警員去到天水連線的街站 說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橫額 違反國安法 對組織成員口頭警告要求移除 成員說警方曾經出示手寫的聲明書 要求他們簽署 承認掛上橫額 他們是拒絕 不過就拆了橫額 警方之後離去沒有抓到人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衛珠說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 有問題 單單是叫這個口號 是不構成國安法罪行 但這個是表證 可以繼續追查 他又認為去年的區選 有叫過這句口號的人 可以入閘參選 是走漏了 梁家宜報道 光復香港 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特區政府嚴正聲明 說今時今日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字句 有港獨分離顛覆的含義 是否意味以後一叫即屬為法 光復的意思就是 那個地方本來是你的 被人拿去 然後你打回頭 主權又不是你的 管轄權又不是你的 你何以光復呢 只是叫一句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本身不可以成這四個罪之一 但是已經是一個表證 你可以查下去 然後看看他在甚麼情況之下 說這件事 他的意圖是甚麼 然後他的行動是甚麼 《願榮光歸香港》 這首歌 會不會有機會去按歌 歌詞有說到 黎明來到 要光復者香港 既然光復已經提出 你說有問題 當然這個歌詞也會有問題 去年區議會選舉 一些曾經提及 這個口號的參選人 都被選舉主任要求解釋意思 最後都成功過關入閘 並且當選 這個其實是有問題的 去年11月的時候 沒有人因為這樣 而DQ呢 我自己就覺得 這真是 是不是走漏了 會不會接下來 劃清了一條線 就會影響到 立法會選舉的 選舉主任的決定 我相信 應該是會作為一個考慮之一 不是追訴 他可以考慮 就是你一連串的行為 或者你一連串的宣揚 當時他不知道這句是有問題的 可能現在至今時今日就是有問題 他當時為甚麼理由要這樣做 或者他真真正正想顛覆 或者他不是想顛覆 他玩 那他便解釋 因為選舉主任 在程序上 要給他機會解釋 至於政府的聲明 會不會成為取消立法會參選資格的理據 他說尊重政府的決定 有線電視記者梁嘉儀報導 有律師質疑 政府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 今時今日有港獨分裂或者顛覆的含義 但就沒有交代道理據 令人混亂無所釋從 有學者說 在維權體制之下 禁制某一句口號 反抗者會用更多的方式去表達 陳慧欣報導 星期二晚 政府聲明一出 這八個字多了很多表達方式 有人用同音字 或者音調相近的字 發展去到幾何圖案 和八條有待填充的線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峰說 這種反抗方式 學術上有名 在體制裏面 有時笑話就是一種弱者的武器 你能夠做什麼 因為那權在他手上 起而反抗就很難 而且真的會送死 但是你怎樣保留一種自己的抗爭意志 回到法律層面 有律師說口號有沒有構成犯罪 要等法官判 不能夠由行政機關說了算 而政府也沒有交代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為何會有港獨 訓練 或者顛覆的含義 任何法律必須很清晰 市民是很知道 究竟我做這件事 可以還是不行 但是現在政府的說法 或者聲明 是張誠建 本身已經是混亂的國安法 不清晰的放學法 制度更加多的混亂 今天你可以說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違法的 下一天你可以說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都是違法的 這是沒完沒了的 港區國安法第47條列明 法院審案的時候 如果認定不到有關行為 是否涉及國家安全 應該向行政長官拿證明書 對法院會有約束力 黃鶴明說 不知道範圍是否包括 認證某句口號 是否就是港獨 如果是這樣 就嚴重限制了法院的權力 變成橡皮圖章 有線理事記者 陳偉恩報答 就特區政府說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 有港獨等含議的聲明 Facebook回覆查詢的時候 深信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 支持所有人都可以 在無需擔心自身安全 和顧慮之下表達想法 對政府有關移除內容方面的請求 有一套全球一致的處理方式 一律以Facebook政策 當地法律和國際人權標準 作為考量的準則 盡可能拒絕泰國寬泛 又或者是和國際人權法 相違背的要求 休息一會 回來會報導 文憑市考生 覆核考評局 取消歷史科試題 高院判敗訴 建制派要求在投票站內 裝閉路電視 選管會說 涉及投票保密的重要原則 高等法院駁回一個民憑市考生 挑戰考評局取消歷史科試題的司法覆核 認為沒有程序失當 又說就算特首曾經公開批評 考評局最終取消試題 都是學術決定 考評局就回應說 完成了月卷 可以如期在今個月22日發放成績 董明偉報導 這條關乎中日關係的歷史科必答題 教育局史無前例 強烈譴責 考評局在考試之後的8天宣布取消 一個民憑市考生入品司法覆核 質疑考評局程序失當 以政治因素取消試題 考評局反駁是題目本身有問題 提供的史料一面倒有誤道 法官高控民聆訊期間 曾經說平衡的答案 應該是指考生引用資料 加入個人知識作答 又反問如果答案不符合課程內容 為何不是給低分或零分 而是要取消題目 但他在書面判次提到 應不應該取消試題 是考評局委員會的學術判斷 不應該由法庭決定 而他亦都看不到考評局在過程中 有程序失當或不公 他說教育局局長曾經譴責試題 要求取消 特首亦都說過有需要會指示考評局 明白這些批評有些份量 觀感上會令人覺得考評局被政府欺凌 或者認為政府想鉗制任何人 表達同黨路線不同的看法 但他說教育局作為監督中學教育的機關 有權提出意見 指控教育局的意見完全是政治指使 過分無斷 又說證據顯示考評局委員會 經過詳盡專業討論 會上亦都沒有提及特首的評論 最後亦都以大比數通過取消試題 裁定申請人敗訴 法官又說 即使申請人證明到考評局的決定違法 法庭亦都要考慮恢復試題 對局方帶來的行政壓力 而考評局亦都說明 很難去制定公平客觀的評分標準 重新改卷很大機會要延遲放榜 有機會影響考生升學 法庭要著情考慮 有線電視記者道明為不道 建制派要求政府嚴肅跟進選舉安排 包括在票站內裝備露電視 建制派議員開跨黨派記者會 說去年區選票站安排有問題 例如有選民獲法多過一張選票 有有選民入票站之後 發現自己的身份證資料 經意在選民明冊上被劃線 但選管會沒有處理 他們建議在票站內設立閉路電視 增加有經驗的工作人員 又說如果沒有改善 相關官員要問責 如果他再不聽我們的意見的話 我覺得馮華和整個選委會 是失職失責 特首必須要去處理 如果他們做不到的話 就應該要換人 選管會回覆說 今年立法會選舉 會在各個點票站和中央點票站 裝設攝錄設施 有助保障站內工作人員和公眾的安全 對於有建議 攝錄投票站內的情況 選管會說 不記名和投票保密是重要原則 投票制度長久以來得到市民信任 任何改變都要有充分的理由 至於拿票或線安排 如果票站有足夠空間 會容許更多選舉代理人監察發票 本港今天沒有新增的本地個案 但有5宗輸入 累計有1,247宗 5個患者分別由印度、巴基斯坦、哈薩克、菲律賓和英國回香港 衛生署說因應近日底港人數大增 若果超出亞博和富豪東方酒店可以容納的人數上限 會容許來自風險較低地區的人 在亞博採集深喉退疫樣本之後 直接自行前網指定地點 強制檢疫14天 英國下星期五開始 放寬來自香港在內 近60個國家和地區旅客的入境限制 不用自我隔離14天 運輸部公布 名單 港澳台、法國、西班牙等 新型肺炎低風險國家和地區入境的旅客 不用再自我隔離14天 中國、美國、巴西等國家 就未在名單上 英格蘭星期六開始 進一步放寬封鎖令 首巴、戲院和法郎等 至3月以來第一次重開 當局呼籲民眾保持警惕 18歲的黃康怡 年初在澳網青年組打八強 創出香港球手歷史 長要目標是出戰奧運和挑戰四大滿館 他希望逐步逐步你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 關樂行和這位新星聊過 上年17歲的時候 月級挑戰成人賽 黃康怡在華欣奪冠 首度楊威職業賽 打回青年組 一月出戰奧網 印象更加深 因為第一場我是第一回合的時候 我還是差一點點就輸了第一場的比賽 因為人家有match point 很開心 當時看到很多我的朋友 家人支持我 最後還是沒有放棄 繼續一分一分地打下去 那場比賽我來說很重要 八強止步仍然創出香港球手歷史 需要向更大的目標進發 長遠的目標是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參加奧運 還有希望可以真正地 不只是junior 希望成人方面都可以參加到Grand Slam 希望先打WTA 世界排名上高頭50 至於未來的賽程仍然有未知之數 黃康怡說接下來專注訓練 改善自己未夠好的地方 提升自己的水平 我現在是比較需要 可能加強一些肌肉 還有體能方面是比較需要加強的 我覺得成人比賽 比較講心理是很重要的 比較喜歡的女球手 是Simona Harald 因為我比較喜歡她在場上 她的movement 她的mental也很好 Cody很感謝家人和教練 經常提點自己改善弱項 有線電視記者關樂恆報道 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亞特蘭大 在主場兩球正星拿波里 林普斯報道 波里搜門員奧斯賓拿伸手非凡 但地球都考他不到 射球的高尾斯姿勢十足 至於有時遇到爭議判決 球員就火氣十足 這也不是我們球 看過最後彈中誰 或者龐正可以很肯定的是 這個是界外球 戰情緊湊增持激烈 一邊想說沒事 球精談兩句 或者比賽最不想見到的一句 就是球員受傷 奧斯賓拿要退下火線 三十分鐘由美列特入體 八分鐘之後 這邊防線又來絕對空虛 過身試入球 阿達蘭大球員又再攬一堆 諾辛勞單人匹馬入禁區 但只是換來無攻而還四個子 法比安雷斯左腳射門 偏離目標 即使米歷克試過保重入網 但是越位在先 拿波里追不回 阿達蘭大同場加演到雲三 總要踢小果 批落敵 踩過去 直接拿紅牌要離場 烏丁尼 天氣方面 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 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 氣溫27至32度 日間驟雨逐漸減少 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後兩三日大致天晴酷熱 但局部地區有驟雨 現在28度 相對濕度88%